飞行伞在发生意外 上午接近11点左右 头尘外傲的城堡飞行伞 教练和一名香港的女游客 原定要降落沙滩 但教练表示 受到侧风影响 导致飞行伞失控 衰落在民宅旁的空地 教练左脚有撕裂伤 女游客则是左腿骨折 头部有撕裂伤